那老师呢爆发力怎么去练呢 那我们今天有一张纸啊 我们来请欣怡来上来一下 来拿着这一张纸 我们要把这张纸打飘打烂 如果我不使劲 我没有爆发力的情况之下 它是这样的 看 我没有把它打飞掉 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力量 全部全身贯注 给到我们大冰镜色 给到我们的手腕 给到我们手指尖 把这张纸打飞 这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爆发力 我要看到这个力量 那我希望大家在去做的时候 也要有这个力量的呈现 那我打掉了之后 我千万不可以去晃 如果我去晃的话 这也是缩减 我们大家力量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到位了之后 一定是定点控制住 我的整个肋骨 包括我的大臂内侧 包括我的胳膊 包括我的手腕 包括我的手指尖 它都是不松懈的 但定点 控住自己 我们的这个手使劲的 后背力量也是延伸的 那我到位了之后 首先我的胳膊肩膀 刚刚也讲到了 它的一个形状 要向上压 手腕向上 同时跟我们的耳垂 这个位置要做一个什么 对抗的力量 全部全身贯注 给到我们大臂内侧 给到我们的手腕 给到我们的手指尖 把这张指 打飞 这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爆发力 我要看到这个力量